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看到這張圖有沒有想到什麼 聖誕節 上個禮拜我們過感恩節 那這個禮拜 我們就要進入代將節的第一個禮拜 從這一週開始就是代將節的第一週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呢 會在家裡布置這個東西 或者是在教會 那這個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看到有一個綠色的環 他代表的就是一個圓 一個帕王 那我們看到了一個蠟燭台 這裡面有一二三四 那中間還有一個白色的 那在教會的 如果你每個禮拜來參加禮拜的話 在代將節裡面就是每一個禮拜都點一支 那點到最後面呢 會點到這支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那時候中間的這支白色的也會把它點起來 就代表耶穌基督已經在裡面了 好 來我們把四個主日呢 分成為四大主 那第一個呢 第一個主日就是我們今天的 是期待跟希望 第二個主日就是我們下禮拜進入的 預備跟信心 第三個就是宣告跟喜樂 第四個禮拜呢 就是代表著 人愛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第一個 就是期待跟希望 所以我今天的講題叫做 預備 我們要開始預備我們自己 不是好像欸 教會跟著 跟著教會跑 然後我們都沒有預備我們自己的心 迎接耶穌基督降臨在我們的心 在今天的這一段以賽亞書呢 我們要一起來想 到底什麼是加一 到底什麼是神的福音 到底什麼是神要帶給我們的平安跟喜樂 我們今天看這一段經文呢 其實當時的人民很苦 因為他們被我們叫巴比倫 所以他們非常的辛苦 他們很渴望有一種 有一天可以遇到那種神最好 就親自馬上帶領他們 進入那個自由的時間 所以他們很期待那個日子趕快來到 可是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為什麼會受苦 神在整個舊約裡面 一直不斷的提醒以色列人說 你們要怎麼做 你們應該怎麼樣 以色列人要聽嗎 他們都不太愛聽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受這種苦 是神給他們的嗎 是因為他們不太聽神的話 所以神就讓他們去嘗試看看 今天你的孩子如果很不聽你的話 你有沒有小朋友 當他在用熱水的時候 你家媽要不要碰他會怎麼樣 你越不要他就越要碰 你這時候會怎樣 好啊來 就拿他的手趕快去碰看看對不對 他碰了一次他就知道 哎呦妹這燙 有下次他就知道那個很燙 他不會再碰 以色列人他們也一樣 他們神告訴他們不妙的 他們就要憋尿去死 所以神給他們經歷了很多苦難 但是在苦難中他們有沒有成長 有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今年也經歷了很多苦難 我們的世界裡面被恐怖組織影響 大家每次要出國現在應該都覺得有點緊張 再來呢 我們整個經濟的狀況 其實全球的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 第三個我們遇到什麼大問題 我們的世界在濃化 我們每一天的日子感覺好像越來越熱 不然就覺得怎麼樣越來越熱 到十一月了我們都還在穿短袖的 那前幾天好冷今天又好了 我們的生活裡面已經感覺好像變了 但是這都是什麼 都是因為我們沒有聽神的話 如果我們聽神的話相愛的話 我們會彼此打仗嗎 我們會彼此相爭嗎 如果我們聽神的話不要那麼浪費的話 我們的經濟會這樣嗎 我們的地球會這樣嗎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基督徒能做什麼 今天主耶穌當祂再來的時候 祂要帶給我們的 是我們有沒有預備好我們自己 今天你有預備好你的生命嗎 我們要感謝神 因為在每一個時代都安慰我們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神就安慰我們 那我們一起來念詩詩節 你們要安慰他們 要被耶穌撒路之後安慰光滑 神跟以色列人很苦 但是在祂最苦的時候 神就才派一個人去安慰他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最苦的時候 神也要用祂的話同樣來安慰我們 安慰 這個安慰可以讓我們 原本不知道怎麼樣的心 馬上就平靜下海 這個安慰可以給我們很安慕 可以給我們盼望跟希望 你會覺得神好像帶領我們到一個地方 為什麼我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全球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的世界怎麼會充滿這樣 但是當你禱告的時候 你會覺得神好像沒有在聽耶 為什麼我們禱告都沒有什麼用 今天的經文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安慰 在第二節裡面 祂要告訴我們是 你們所受的苦難已經夠了 如果我們仔細讀這第二節經文 你會發現神在告訴我們說 你們受的我都知道了 你們的苦我也都聽到了 所以我要拆拍一個人去安慰你們 今天你要領受這個安慰 我們聖誕節為什麼要去報家音 你還有去報家音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你曾經有報過家音的 去唱平安夜啊去報家 蠻多人為什麼你要去報家音 除了把神的喜樂宣揚給別人 告訴別人以外 你為什麼要去報家音 你為什麼要去報家音 是要提醒他一件事情是 神在你身上 在你心裡 有一位救主可以幫助你 所以你要來認識他 今天我們出去采接的時候 不是去驚驚的啦 不是去散步 不是去大家去講話聊天 你要知道我們出去采接 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把神的平安喜樂 穿揚給彰化這個市區 穿揚給更多的人 他會想說 我好像聽過一個神的故事 我好像聽過一個聖誕節的故事 耶穌降生的故事 那他們來采接的時候都告訴我們 有平安 有一天或許他們就自己走進這個教會 所以今天我們報家音要叫著報著吧 報神的安慰 報神的平安跟喜樂 你們要去安慰安慰我們的百姓 神怎樣猜遣以賽亞 也要怎樣猜遣我們每一個人 好再來呢 神宣告他要來我們中間 我唸一下第五節的 他說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 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神會不會來到我們當中 會 如果按照經文第六節 他繼續寫到的是 我們人齁 我們人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人的生命氣息如同草和花一樣 片刻就成為荒野 但是神要我們得著什麼 他要親自來到我們中間 我們雖然就如同草跟花 這麼好像看起來沒什麼 可是神的榮耀要彰顯在我們的身上 好 我們起來念這段經節 禮前十三章十三節 難得 好 在這個世代你跟人家講信心人家懂不懂 懂 懂 那你跟人家講愛人家懂不懂 懂 大概了解 但是你跟人家講盼望的話 有些人就會說你在做什麼白日夢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面 好像我們跟人家講怕夢的時候 欸我跟你講我們有一個神 他一定會來 他信嗎 他會覺得好像沒有 可是親愛的基督姐妹 你有沒有確信 有 因為經文就是這樣告訴我們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神會來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他會不會來 你要告訴他 會 我們的神會來到我們的身 來到我們的世界 因為第九節他這樣說 報好消息的西安娜 你要登高山 報好消息給耶路撒冷的 你要幾滴揚生 揚生不要懼怕 對優待的誠意說 看啊你們的神 今天我們的神一定會來到我們中間 一定來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所以人家問你有沒有盼望 有 你不要害怕 你就大聲說 就無同經文說 你要極力宣揚 揚生不要懼怕 人家問你說你的神在哪裡 怕怕 可能在教會吧 在我家的十字架裡面 欸 你們的神在你們的身上 在我們的身邊 或許你看不到 或許你不知道 你知道 以樂啊 每次如果在下雨的時候 他都跟我說 嗯 上帝在偷尿尿吧 他都知道 神就是在他看不見的地方保護他 今天我們一樣 要跟孩子一樣 有這個確信跟盼望 不用懼怕 宣揚去安慰別人 同時也宣告在你裡面 有一個神住在你的生命裡面 再來 我們要為神預備一個位子 在這個預備的時間 盼望你們可以為神 預備一個位子 不是很忙 聖誕節超忙 非常的忙 尤其到了年底 有些人他們可能 整個公司要整頓 或者是 嗯 家裡的狀況 還有要讀室 還有工作 還有一些社團活動 可能都有很多報家音的活動 還有非常的什麼出青大拍賣 跳樓大拍賣 好多東西 我們很忙 在年底的時候 但是我們要預備一個位子 給我們的神 約翰傳福音的時候 他就告訴人說 你們要迴轉向神 他用三道四節 也是我們今天的金句 他說你要再曠野 預備預備耶和華的路 今天你要為神留一個位子 你要預備神 在這一年裡面 怎麼帶領你 這一個時間是你可以去思考的 以善養書三道四節告訴我們 在沙漠地我們要修平 我們神的道 在一切的上方都要填滿 是啊大山小山都要修平 高高低低也要改為平原 起起去去不要改變成為平原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如何預備 就是開始改變我們自己 開始改變我們自己 每一個山谷都要填滿 好我先給你們看這個圖案 有一個法國學家他說 每一個人的內心 都有一個空位是留給上帝的 但是我們時常都找不到 跟這一隻老鼠一樣 為什麼因為我們都看到 我們眼前所看的 這隻老鼠呢他平均 他一年喔 比如說他一年只要吃 一座倉庫的食物 那你知道他一生裡面 他會堆幾個倉庫嗎 他一生裡面吃一個倉庫的食物 那他會堆20個倉庫的食物 他根本就吃不完 可是喔 他每次只要出去看到食物 他就把他拿回來 然後藏好 那這種老鼠很特別喔 他到年紀越長越大的時候 他的門牙會越長越長 所以他就要去咬那個硬硬的東西 可是你知道他最多打食了嗎 他都餓死 他都餓死喔 因為他其實當他在長牙齒的時候 他要去咬石頭 把他的牙齒這樣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呢他就可以開始在進食 那這個老鼠很貪心 他每次看到什麼都要食物 他每次出去他都不會看到石頭 他都只看到他要的食物 所以當他年老的時候 他是餓死 因為他不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麼 今天在你心裡面 那個蛙有可能很深 你就一直填填填 填到後面你年老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心裡有誰 親愛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這樣 到他最後年老生病的時候 他忽然想說我的心怎麼空空的 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也覺得我的心怎麼空空的 問他祷不禱告 他說 我不知道怎麼禱告 你要預備你自己的心 留一個空位給神 每天跟他親近 每天跟他談天 再來大山小山都要消平 經文說都要消平 什麼要消平 我們什麼時候做什麼事 容力讓我們變高 臭屁的時候 特別高對不對 唉唷大家都看到我而已 就突然間長高了10公分 我們的驕傲會影響我們根深的關係 因為我們只看到我們自己 完全沒有看到後面的水 有一個故事這樣講 我在西年光看到的 他說 有一個勇士呢 他們每天都要在一條河洗澡 那那個河呢 可以幫助他們刀槍不入 所以他們出去打仗的時候呢 只要你有在那一條河洗澡 出去就沒有問題 就算那個刺到你也不會怎麼樣 瘦一點點傷的 因為他不會深入皮膚 好 那有一天這個勇士在洗澡的時候 有一個葉子流過來了 怎麼樣 黏在他的身上 黏在他的身上 他有一驅就沒洗到 他自己也沒注意到 那他出去打仗的時候呢 那個劍就啾 就這麼啾 種了那個葉子的那一塊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我們的生日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也覺得我們當搶不入 但是有時候 種了那一塊的時候 你的慘啊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覺得我們 好像親近神很多了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一個小部分沒有交托給神 你有沒有發現 你沒有完全交托 在我們的驕傲裡面 好像就是那一塊 最脆弱的影響我們跟神的關係 你這麼驕傲 你完全都沒有看到神 你覺得我可以刀槍不入 但是切記 你的生命裡面 有那一小小塊的葉子 在影響我 好再來經文說 崎嶇的地面要成為平原 高低不平之地要成為平台 你的生命有沒有慢慢去去 有一個人說 活著一定要活得好 而且要活得有意義 可是呢我們要活得好 又要活得有意義 我們就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必須要一直往上 當你一直往上的時候呢 有些人就喜歡投機取巧一下 沒關係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投機取巧一下 有沒有影響到你自己 好我在讀者文猜裡面 他有一個誠實的測驗 我唸給你們聽 按你們自己在心裡面評分 他說你有沒有其實沒有生病 可是跟公司說我要請病假 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是你在公司有沒有拿了覺得 我家剛好缺一個定手機 公司剛好有 所以就帶回家 反正都是公司出的 好就拿回家 第三個 你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資源 謀取自己的失利 就是對自己有利益的 再來 你填語意表的時候有沒有寫的不實之處 我明明就不會 可是寫的我經驗超多 好再來 你在商店買東西的時候 別人曾經找錯錢給你 但是你就強壯不知道 然後就走了 有沒有 那你在報稅的時候呢 有沒有虛假 在購物的時候呢 你覺得一千塊好貴喔 給他掉換個標籤 換成一九九的比較買得起 好 那開車的時候呢 我想這個我們都要檢討 你有沒有想過有沒有超速 有沒有闖紅燈 好購物的時候呢 明明就是九千塊回去跟老公說什麼 九百 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對配偶隱瞞一些事情 是你不敢讓他知道的 老婆婆你有沒有說沒有沒有一切都很好 在兩千多份快三千份的調查裡面 有十三個人說 我一點都沒有犯過這個錯 然後有十三個人說 這些我都犯過 好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犯過錯 你有沒有害怕一件事情 是你不敢講的 那會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破口 會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破口 這個破口會讓我們非常的辛苦 讓我們每天都活在那個 被限制裡面 當我們認識神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我們向祂祈求的時候 他們就一拍給我們 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因為我們為了要活得好 活得有意義 所以我們時常就會做一些 我們覺得好像也沒關係的事情 但是這些事情卻反而 讓我們覺得在心裡好苦 成為我們生命中的破口 魔鬼非常喜歡試探你的弱點 魔鬼非常喜歡試探你的弱點 尤其是你最後的那一點 他最愛戳 因為你最痛苦 你在痛苦的時候 你在後面感覺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是要看你在那邊流眼淚 但是你要怎麼勝過這一點 你要怎麼勝過這一點 有一個人 耶穌基督 他在遇到試探的時候 他禁食的時候 魔鬼怎麼跟他說 哎呀你是神的孩子啊 你可以叫神給你吃啊 但是耶穌怎麼回答 他說人活著不是當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裡所說出一切的話 今天你活著是靠什麼 國立陽明大學有一個教授 他叫做洪然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效應 他有提出一個效應 叫做破窗效應 他說今天呢 當你看到一個窗戶破了 你沒有去修補 你過沒有多久 你就會發現 另外一個窗戶也破了 因為孩子會想說 啊反正那個破了啊 沒關係石頭再多一個 丟一顆 另外一個就破了 對不對 你去看那個很多的 廢棄的房子 只要他的窗戶破了一個洞 過沒多久另外一個洞就又出現 這個教授提醒我們 當我們沒有去修補的時候 那個東西過沒多久 就會變得更嚴重 像一個牆 如果被人家塗鴉了 你沒有把它抹平 過沒多久你會看到塗一排的 因為大家都想說 反正那裡就塗了 這邊也可以塗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破了 你沒有去修補 他說紐約其實 是在他看來 是會往下掉的 因為紐約的人很多 而且生活的人很複雜 那他一直覺得 紐約會發生這個破創效應 但是紐約的政府呢 就知道邁國這個做法之後 他們就學啊 趕快把那個破洞鼓起來 所以他們一開始整頓的 就是他們的地鐵 感覺好像非常髒 可是他們已經有盡力在控制 那再來呢 他們會抓那個 逃票的人 就把他扣子一旁 讓大家都知道說 喔就是他們 他們逃票 所以大家就不敢再逃票 再來他們發現 他們在抓那個 逃票的人裡面呢 其實有十個裡面呢 就有很多位都是同期版 所以他們就更努力抓了 之後這整個市容呢 就慢慢的提升 因為他們把那個破口鼓起來 今天你也要把這個破口鼓起來 有一個人呢 去給別人算命 他就跟他 他就很辛苦就對了 那那個算命師就跟他說 嗯 我看你這個命盤 看一看你到四十歲之前 都會這麼辛苦 不過 你看一看應該差不多四十歲之後 你會覺得怎麼樣 四十歲之後怎麼樣 好不好 他跟他說 你四十歲之後 你就會習慣 因為你永遠都是這樣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的破口是不是就讓他習慣就好 你從來沒有去把它補起來 從來沒有把它填平 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要吃東西 沒有吃一餐就會覺得好委屈喔 以色列人也是這樣 他們也是覺得 我們都沒有東西吃 我們都很辛苦 但是在他們那麼辛苦的時候 切記要一件事情 神怎麼樣 他們靠著麻辣 他們就這樣快樂每一天都能吃吧 今天當你覺得我什麼都想要的時候 你要記得 只有神的話能幫助你 讓你得到滿足 所以最後我要告訴我們 你們要勇敢的去傳 上帝國的福音 努力的宣揚 牧羊們聽到耶穌基督誕生的消息 他們就努力的去傳 通常我們都會去傳 你可能很鼓起勇氣邀請一個人 那時候 你跟我們一起去教會好不好 他跟你說 我不要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你氣餒了 我再來不傳 我再來都歪去幫忙 我傳的效果都不好 神一定不使用我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常常會這樣覺得 傳了一個沒有效 我們就覺得是我口才不好 我不會傳 NO 你要知道 今天 他跟你握手說 好我要去 是跟賊握手 是跟耶穌 今天他跟你說 不要拳頭給你 我不想去 那是跟拳頭是給誰 拒絕是給誰 也是給耶穌 都不是給你 所以你只要勇敢的去傳 以賽亞在那個時候 傳福音簡單嗎 不簡單 非常的辛苦 很多人早就離開神很久了 可是他還是去傳 他還是去安慰那些百姓 告訴他們神要他告訴的人 今天 你有沒有把這樣的事情傳給別人 有一個小女孩 她在住院的時候呢 剛好有人去傳福音 所以她就知道 有一個耶穌基督要誕生了 而且這個耶穌基督對他很好 他超開心的 他的護士來幫他換藥的時候呢 這個小女孩就跟那個護士說 欸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喔 那個聖誕節要到了 而且呢 耶穌基督超愛我們的 剛剛那個阿姨還跟我說 我們只要向他禱告的話 他都會聽我們的禱告 護士只跟他說 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 那小女孩立刻回他說 可是你怎麼看不出來 像一個早知道的人 在你的生命裡面 神的護士早就在你的心裡面了 你有沒有把這個 這麼喜樂的福音傳給別人 還是別人看到你說 他看不出來 他早就知道這麼喜樂的福音了 我們要去傳 把神的話語傳給別人 你會說為什麼我要傳 如果你有看電視你就知道了 我更要傳 我們的生活裡面 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斷的放送的是什麼 負面的話 大家告訴你的都是好像沒希望 你每天看新聞台都會覺得 好苦好苦 明天更苦 明天要怎麼樣 不知道 我的孩子明天出去會不會怎麼樣 不知道 我們都覺得好苦 非常多 但是神說 你們要去當對人 這一張圖 一個平安 神能賜給我們平安 今天代將節的第一週 願神把那個平安賞賜給我們 你就會知道你的生命有什麼不一樣 當我們真的親精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蛋子是親神的 你的蛋子是親神的 今天我們要唱的這首 這首回憶是 是彩虹下的約定 這首歌 我們好久以前有唱過一次 那 我很喜歡這首歌 這是在我們之前好 蠻早出來的一個專輯 但是 這首歌 讓我知道我跟神之間有一個約定 是他的愛藏在我的心上 所以 盼望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愛傳給別人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彩虹下的約定》 我 恐懼的心裡 終於不再流淚 尋愛著如何 冥冷的彩虹 出手裡我的約定 我 不安的腳步 終於可以體現 祝你為我 愛上了生命 你 你的愛 你愛上了生命 你愛上了生命 與你 永遠 與你永遠 是永恆的緣 在我回程 先不變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我不能从你与此爱 大地是为心情与开心 风风风风风风 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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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我 無安的腳步 終於可以停歇 祝你經歸過 關上了生命 一生而言 與你永遠 是永恆一緣 彩虹為神 先不滅 我們要靠著 為生命許願 我們要靠著 為生命許願 這首歌 她的歌詞我覺得很美 她說 我空虛的心靈終於不再留戀 我剛剛有放那張照片是那個 試探跟破口的照片 那個女生怎麼樣 她流著眼淚 告訴神 她真的不行 其實我們有時候 在很多人面前 我們沒有感覺 我們放不開的時候 我們哭不起來 但是我們的心裡面一直在跟神說 神老 我真的不行 我們的生命就好像正在下雨 但是神說 你要期待的是 以後我給你的那個餐 神用給你的是一個豐盛的生命 當你心裡空虛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我找不到神 可是你不要忘記 神用祂的話語跟我們立約 當你苦苦的時候 你要記得有一個神就在你的身邊 從來沒有離開過 祂的話語要刻在我的心裡面成為我們的安慰 我們就一起來唱這首歌 彩虹下雨的 彩虹下雨的 我 同學已失禮 終於不再流淚 祈祈祝你的我 去太真語和 每分的彩虹 出手的我的願意 我 我不安的交路 终于可以停歇 祝祢为我 拜设了神秘的声音 你有缘是永恒 与祢永远是永恒的缘 祝祢为真心 我要报告为生命心愿 忘了可送你一次来 大地属双翼 你永远是永恒的愿 你永远是永恒的愿 在我灰尘前后不灭 我叫老大为生命寻愿 我无可送你你次爱 大地属双翼你永远 我们先到先到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的时期 我们仍然能够安静的来到神明的面前 在聆听你的话里 主要说我们知道这个是何等的重量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太多影响我们的事情 导致我们跟你隔绝 主要说我们要敞开我们心中的大门 我们要再次和你握手 我们要把你拉进我的心里面 让你时常跟我们一起同住 主我们生命有软厚的日生姐妹 求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知道在库谷里面 你能够跟他们同在 他们就如同以色列人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是让你的话语就安慰他们 你才派别人天使去安慰他们 主主我们要在这个季节里面 你胜上我们的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 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面上 都有你美好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是别人说的 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好像什么都不会 而是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发出神的光 神的爱去印象别人 告诉别人说 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喜乐的福音 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传 因为你要拆开我们每一个人 都成为福音大叔 都成为你的门徒 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祷告就是奉耶说基督圣明 阿们